老婆 是我 你现在在哪儿呢 你今天 去给小宝开家长会了是吧 又被老师表扬了 小宝这孩子随我 他问我什么时候能回来 你就跟他说 爸爸还在国外 坐下吧 还要工作一段时间呢 都怪我帮不上你 还花了这么多钱 就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你慢点就好 对了 李姐介绍的那个男人还不错 你别生气 是我叫他来的 小宝有新的爸爸 我不介意 我真的不介意 我应该活不到小宝的生日了 真的希望我走之后 有人照顾你们俩 我不想连累你们 我跟我爱人哪 年轻的时候 总是吵架 一吵架 就冷战 谁也不理谁 到了饭点啊 也没人做饭 也都不吃 到最后啊 谁饿得受不了了 谁再去生火做饭 然后 两个人坐在一张桌子上 把饭吃了 也就算喝好了 后来有一天 后来有一天 他生病了 我也爱 但那个时候开始啊 我们再也没超过价了 我也再没吃过他做的饭 我也再没吃过他做的饭 怎么了 被感动了 如果你是那个妻子 你会选择陪伴 还是选择离开 这还要选吗 这还要选吗 如果我爱他 我一定会选择陪着他 直到时间的尽头 晓晓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怎么了 迦恒 我还是想问你 星星的吉他 怎么会在你这里呢 在墓地看到 觉得看着眼熟 就把它拿走了 拿走 可是 你到重庆之后见到我 为什么不还给我呢 那是星星的遗物 又怎么样 我从小学吉他 那个吉他的型号 跟我小时候学的一样 要不然 我为什么会在 吉他店跟你抢琴弦呢 骆家荷 你今天怎么了 你脑子有问题吧 对 我脑子是有问题 和你谈了那么久的恋爱 却不知道 你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从我们思考问题 的方式就可以看得出 我们的家庭背景 根本不一样 我妈和我姐说得对 门当户对 还是很重要的 你要是觉得我配不上你 你大可以离开 还没人拦着你 好啊 你可以跟陆生在一起 挺配的 我跟陆生早就 你还要是想要 风靡还和我说 你那天是打算求婚来着 你这个态度 是打算跟我过一辈子的吗 那我们分手吧 你 你说什么 我们 分手吧 分手吧 好啊